中兴網 中兴文娛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芝寧 沒有完沒完啊 我講幾次了 不要看 事情怎麼還不簡單 過程很辛苦 我們打了三天 演員就還是得要想像 你要想像 你接受到這樣的力道 就是你會有的身體反應 所以我覺得其實 那些部分對我來說也是難言的 骨裂是那個拍 是撞那個氧氣瓶 最後要出去的時候 對 那個是真的受傷了 當時只是沒有想到 它的反作用力 因為我是用手這樣打嘛 所以它反作用力 過去了之後 它力道擋回來 就是在手上 一開始是摔牙手抖 想說不至於啊 就是手的肌肉也沒有那麼弱 後來一兩個禮拜 那個疼痛感越來越奇怪 才去檢查 他說小姐你骨裂了 我說啊 我覺得最難的是去豐滿那些 在電影裡面沒有呈現的那些部分 所以其實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去建構 我並沒有辦法一場戲一場戲去演悲傷 但是我必須讓它在開場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不好的狀態 我估計它在開場的時候是一個非常低谷的狀態 但是隨著一個案件經歷了一段旅程之後 好像出現了一抹光輝 認為生命它還是有其他的可能性的 就是這種力量感讓我非常動容 的確是在那幾年然後連續走了幾個親人 就是比較近的親人 然後那時候是的確對生命存在的議題 這些事情我會有很大的惶恐 或者是疑問 所以演員挺有趣的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成為角色的時候 就是我很常會被角色治癒 有一些角色走了 它還是會留下一些東西在身體裡的 這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就是很難有什麼工作會這樣子的 雙向的影響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過程 因為監製它 它要控管的是預算 然後是時間成本 但演員永遠會希望我可以再多拍一顆 我可以再多一點創作的時間 所以這兩個工種是拉扯的 你是演員 你也是監製 所以你必須要平衡這件事情 他就說好的創作是在有限的時間內 完成最好的創作 所以這件事情也會讓我去思考 很好的是因為小天就超停 就真的是好朋友 所以他永遠不會說超時啊 要跟你說算超時費啊 或者說我要回家了 他從來不會 他就說你在 我就在 我們就會把它拍完 所以他其實是我很堅強的後盾 我不太是找朋友說的人 但是我會自己有一個空間 然後可能小酌點蠟燭 然後就 或者音樂放很大聲 我就在那裡一直跳 一直跳 然後把自己發洩完 或者是Routine的做一些家庭的東西 洗碗洗衣服 然後折衣服這種不用動腦袋的 或者是跑步 就是我會 以前還有那種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就跑了10公里就邊跑邊哭 以前就覺得跑不到21很遙遠 教練就說你就跑前面三步 你就專注在前三步 你跑著跑著你就會到終點 我可能一直都很慢 相信自己的速度跟別人不一樣 可是關注自己就好 以前就想說我要拿以後 以後都拿不到 會很想算了我不要想那麼多 就每一個戲每一個戲好好演